- 劈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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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喂 欸 下兩天 - 什麼欸 - キット去軟腳腳 - 是要去歲運還是怎樣 - 我就是去歲運 - 是去歲運嗎 - 欸 其實我們原來看 - 其實KID也是 - 跟這個許文也是帥哥美女 - 俊蘭美女 - 對啊 - 就前一陣子也就是說 - 分分合合 - 分分合合 - 是 - 那為什麼分合合 - 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- 怎麼又爆出了一個 - 什麼劈腿奶精啊 - 對 叫奶精妹 - 但是奶精妹出場演出之前呢 - 先講一下前情提要好不好 - キット跟許維恩說 - 他們要分手了 - 在一起也四年了 - 但是也分分合合 - 那這個時候是許維恩 - 先傳出了一個新戀情 - 說是跟她的師弟叫呂瑞 - 那這個新戀情爆出之後呢 - 有些粉絲或網友就說 - 你看女生這麼快 - 就有了新歡了 - 這時候就有人 - 又跟媒體記者爆料說 - 不是許維恩 - 無情無義喔 - 真正劈腿的人是KIT - 為什麼呢 - 原來KIT過去 - 在跟許維恩 -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- 她就劈腿了一個直播主 - 聽說是滴奶的直播妹妹 - 叫奶精 - 我們就叫她奶精妹 - 那兩個人 - 其實也是漂亮啦 - 也是漂亮啦 - 妳是許維恩漂亮 - 其實奶精也是漂亮 - 很漂亮 - 對不對 - 奶精說呢 - 那時候KIT跟他們兩個之間 - 就沒來演去 - 後來就愛上了 - 然後KIT就把奶精 - 帶回了KIT跟許維恩 - 一起住的家 - 那個時候 - 這個很早的 - 還有喔 - 還有細節喔 - 許維恩當時呢 - 是出國去工作 - 好 - 那她把這個奶精帶回家的時候 - 大家都知道嘛 - 一壘就是在這個客廳看電視 - 看著看著就會摸來摸去嘛 - 一定的嘛 - 摸一摸摸一摸 - 要進到二壘的時候 - 就不會留在客廳了嘛 - 就會捲麻花 - 捲一捲捲一捲 - 一定是去房間滾床單嘛 - 那要進房間 - 正在要滾床單的時候喔 - 好 KIT就說 - 聽 - 不聽 - 不要再這樣了 - 怎麼了 - 有忍住就好 - 能忍住就好 - 不是 - 她說這房間好 - 是我跟小恩住的 - 你知道這房間裡面 - 所有東西都是小恩的 - 而且聞到小恩的味道了 - 不太好 - 我沒有辦法跟你那個 - 走你回家 - 整個房間都是小恩的影子 - 我真的沒辦法 - 有的男生會這樣喔 - 那你幹嘛把奶精帶回家嗎 - 你也很奇怪啊 - 這男人怎麼回事 - 你又要劈腿 - 對不對 - 他就把奶精就帶回 - 就送回去了 - 這第一次 - 之後又有新的爆料說 - 他們兩個人其實還是約會了一段時間 - 那這段時間 - 因為KID是跟許惟恩很高調 - 大家都知道她的女朋友是許惟恩 - 所以她跟奶精就只能 - 地下放嗎 - 但這都不重要了 - 這件事情呢 - 真的紅了這個奶精了 - 奶精長這麼漂亮 - 對不對 - 這個直播主應該滿吸睛了 - 這第一件事情 - 第二件事情 - 還有最新耶 - 還有嗎 - 我覺得KID跟許惟恩 - 這很饒了我們好不好 - 在我們錄影的前天啊 - 這個事情其實我們從去年過年前 - 一直講過天愛辦公室 - 不想講 - 不想講這個事情怎麼來了 - 狗仔又有拍到KID - 就在我們這個攝影棚附近啊 - 他開了一個車去買水果 - 結果坐在副駕的是誰 - 各位 - 許惟恩 - 許惟恩 - 有完沒完呢 - 他就分開了 - 而且他還不承認 - 他說沒有沒有 - 根本沒分開過吧 - 對不對 - 對啊